蔡总统 我今天向您正式自首 因为今天立法院在做反渗透法的讨论 我曾经两度 2016年2017年 由您正式指派我到APEC去开会 而且去开会 我跟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有交流 而且交流完之后 我也把交流回来的这些相关的情况向你回报 但是反渗透法第五条很明白的定定 那就是如果对于渗透的源头进行接触 而且还回来之后去游说蔡总统 那就是我不但是去接触了以后 我回来还把相关的情况向您做了报告 那请问如果我今天自首 我算不算我是渗透法将来要处置的对象 不过蔡总统可能你也会被连累到 因为你是教唆犯 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反渗透法的定定 是如此的没有很严谨的话 将使多少百万的我们的乡亲 不管是在大陆上面经商的 不管是在那边留学的 不管是宗教团体的所有的这些来往 包括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旅游业的乡亲 都将来变成反渗透法入罪的嫌疑犯 宋先生你到APAC去是受我委托 去跟各国的领袖相互的往来 这个没有在反渗透法之内 反渗透法是你受到境外的敌对势力的委托 资助等等 但是你这一次到APAC去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情理区 所以不用担心 反渗透法不会用在你身上 这次到APAC去是中华民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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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民国